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主内定用平安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浩然心理人生频道 我叫王浩然 那么呢我在日本完成这个博士学位 然后在北京大学做副教授 驻硕博联读的导师 后来移民到加拿大以后 那么在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育时 做博士社会研究员 这个科学家高级科学家 然后这个要通过美国的医师资格考试 那后来呢神呼召我 然后要做他的仆人 传播福音建造教会 然后在这个文字上 诗品各方面的 然后为神做供摆上 所以呢我在这个 就现在正在做的诗品 就是这个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 然后呢博大精深 那么圣经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那么如何把这位无价之宝 当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无价之宝 然后这就需要我们能够了解圣经 认识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很多人在教会里很多年 并不了解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包括很多传道人和牧师 也不太清楚到底讲的什么 把圣经的很多重要的真理 都给忽视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 也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面临着众多众多的挑战 需要回答很多人类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 气候问题 环境问题 那整个人类堕落的问题 还有现在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体制 要瓦解的问题 核武器 然后各种问题 种族问题 方方面面的 在这么多面举面前 靠着人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呢我们相信圣经 神的话语 他会给我们很好的回答 但是这个需要 我们靠着神去挖越 然后呢 靠着神 让神使用我们 那么让神的 神的仆人 然后把神的话语再讲出来 在主耶稣再来以前 那么呢 主耶稣已经到了天上了 那么现在呢 需要神的仆人们 然后再说话 那我想神把我 当成一个他中用的仆人 替他说话 然后呢 把他到底 圣经到底想讲了什么 来告诉世界 告诉大家 好 那么也请大家为我祷告 那么呢 那么我已经在这个 圣经到底讲了什么呢 已经讲完了这个23讲 那么今天是第24讲 那么第23 在讲24讲 是讲人类需要 圣经到底讲了什么呢 24讲说 人类需要什么呢 从现实世界 宇宙和人类全部历史中 了解认识神 从人类了解认识神 那么呢 这个呢 我再把前面呢 简单的给大家复习一下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第一个是回答的是什么 应该树立有神 和神造世界的这个世界观 那么后来 我们大家呢 要认识人的本质 那么整个人类 这个圣经呢 它是围绕着神和人来展开的 那么 那么人 首先我们要认识人的本质 人的来源 还有啊 社会 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就是家庭 而这个认识 我们要认识婚姻是神所赐的 赐给夫妻双方的 是与神所立的约 对不对 讲到这个了 那么呢 还有呢 那么呢 神要通过与他的选民立约 确立神与选民的关系 建立呢 神治和人治和法治的国家 神掌管历史 那么还有呢 是天赋人权 那么普世价值 也是神所赋予的 那神是普世价值的守护者 神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者和代表者 这是讲的这个 那么呢 那么我前面呢 也特别给大家讲到的 就是说 OK 神是无形的 但是看不见的 但是神呢 是可以通过验证和检验的存在 那我给大家分享了几个方面的啊 但是我们在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那今天我给大家讲的第24讲嘛 对不对 那么呢 就需要我们人呢 人类啊 需要从现实世界 宇宙和人类的全部历史当中来认识神 当然神也他有他的话语 那么通过这本圣经 通过圣灵的启示 这圣经教导我们的 那神呢 他可以让我们认识神 那么这是文字啊 你知道 那是文字 他是人来解释这些文字啊 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些文字不结合我们的现实世界 不结合我们宇宙发生的事情 那么结合我们人类的历史去认识的话 我们无法去认识这位真神 无法认识真神 那么我们要认识这位真神 那认识这位真神是什么呢 OK 我从下面几个方面给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个呢 我们从现实世界和宇宙来认识这位真神 那么圣经呢 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一到二节 我希望大家能够能够背起来啊 特别是这个第一节 一定要记住 因为这是圣经啊 他这本 这么六十六讲书啊 整本圣经 它的根基在所在 第一句 开宗名誉都把它说清楚了 开宗名誉 他说呢 他说 七出神 创造天地 OK 地是空虚混沌的 圆面黑暗 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OK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从这个创 这个圣经的第一卷书的第一到二节 那就把这个神的 他最基本 最核心的属性 有一个认识 有一个认识 而且这个事呢 也可以结合你看到的星星 你生活的地球 你看到的月亮 你看到的太阳 Right 还有看到你现在用的桌衣板凳 Right 摸摸自己的脑袋 是吧 哎 摸摸自己的领带 你一会看这事情 你就会 你就会知道啊 那么 那么他说 七出神 创造天地 我们所 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 OK 对不对 他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说天地都会废去 是吧 神的话也不会废去 我们现在创造的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 真的是要废去的 我前两天呢 我去这个 在加拿大 多伦多这个地方 不太容易看到 我们在中国国内 我在北方 河北省啊 河北省 保定的地方 我们小的时候啊 到外面 天黑 天黑了 晚上到十点几点 一看那个三星 特别清楚 对不对 但是我在多伦多 很难看到 但最近的时候 我就晚上出去的时候 十点以后 十一点 然后出去 我一看 我说这不是东边 东北角 东南角 不就是三星吗 太清楚不过了 对 可是你知道那个三星吗 OK 他离着我们是 1200到2000亿光年以外的地方 太远了 而那个三星呢 每一个星星啊 比太阳都大 20到30倍 OK 它是叫银河系的超巨星 而这个超巨星知道 他的寿命啊 到目前 他的寿命啊 只有800万年 我们地球还有45亿年了 在800万年啊 他们的剩下的寿命 也不过在 就七八百万年 就完了 就没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就这个天地啊 它是由神说创造的 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认识到神 祂是最早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OK 所以创造性是神第一个属性 是神第一个属性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个宇宙周在变化当中 实际上这个变化呢 是神在神的掌控之中 对不对 神这个大能的手 我们看不见 祂还在动这个功 OK 那么圣经教导 我们它创造了 创造了六天以后 就创造完了 休息了他的功 但是创造这个 基本的东西完了 但是这个变化没完 OK 那样记着啊 它不是创造这个 圆形的时候完了 它自己做 当时创造功的 它创造这个时候 创造这个东西 它把那个程序 早已射进去了 听说的 这个原子 这个导弹 发出去以后 它打到哪个据点 你从中国 这个 这个 这个江西 发了个导弹 你打到太平洋 什么地方去 它飞行那个 五千公里 六千公里 是吧 它最后打到哪里 是吧 就都在这个 电脑这个程序 给它输进去了 是吧 美国最近发表了 明镜导弹 它不是吧 它从这个美国 这个加州发射 一直打到太平洋 什么岛上 打得非常准 实际上都把这个 输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神呢 它创造这个 宇宙万物的时候 它不仅创 它创造原来 那个基本 基本的这个原型啊 那么整个这个 程序输进去了 现在变到什么程度 它都已经知道 早已经定好了的 是吧 是吧 它就相当于 我们不是要 定时炸弹了 那么我们这个人啊 OK 它创造这个 这个最早创造了人的时候 人发展到什么程度 是吧 人最后男的 给几个女的结婚 人的染色 这个DNA啊 它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叫热力学 第一定律吧 它也是会变 这个伤会变得越大 是吧 它最终的时候 它越来越 越混乱 最终这个人 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工具啊 就是神 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首先也明白 谁能创造 它大能的创造 智能的创造 他无所不能的创造 OK 它创造的时候 它创造了原始那个形状 把这个程序啊 把那个后面发展过程 都在把握当中 当中去了 而且它创造的时候 它不仅创造了一样的东西 它创造了很多东西 它在这个体系里面 OK 从大范围这时候 它创造了整个宇宙 宇宙里面有银河系 银河系有太阳系 太阳系里有地球 有月亮 是吧 那么在地球上 还有这么多生物 水源 空气 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体系 OK 任何的 这个超出神创造的这个体系呢 你破坏的时候 最后都受到惩罚 OK 现在这个地球的温暖化 那就是人类的活动太大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啊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 从这个 那么神呢 还有任何 他说神的灵云的身上 那么神创造万物的时候 其实这个灵都参与了 对不对 神明就参与了 那后面我会讲到 这个耶稣基督 他怎么参与这个创造 是吧 怎么为了他创造 今天不涉及的内容太多 那么还有呢 我们认识神呢 认识他这个神呢 认识他的独一性 OK 那在这个马太福音 OK 在这个生命记里 生命记里 生命记 生命记 这有个六 六章四节 这个好记 中国发生过 一个六四事件 是吧 六章四节 伊斯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 独一的主 那么在这个 这个呢 就是 耶和华 这就是伊斯列人 称神的时候 他用耶和华这个词 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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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中国的耶和华 我们的神 他们的神 也是世界的神 OK 是的 是独一的主 所以这里第一次 明确表示 神是独一的 你在这个诗篇里 反复重复 有七四八四十四 所以耶和华 这个耶和华 这个神是独一的 那么在这个 出埃及记里面 第二十章 十节里面 特别说 不可以拜别的神 所以别的神 都是假神 别的神 只有我是忌邪的神 只有拜我是一位神 那别的都是假的 别的没有这个创造性 别的创造神 所以呢 神呢 他是独一的神 那么 你想一想 这个 如果神的一个 基本的属性 就是创造性 那么如果一个神 能创造另一个神的话 对不对 那谁创造谁啊 逻辑上都是混乱的 你这是不可能的 OK 你这个A能创造B B也能创造A 到底谁是谁啊 所以只有一位是神 他创造所有的 OK 那么别的拜的神 那就是偶像 拜的是假神 OK 而这个圣经里 六十一项书 记载这个神 是最准确的 科学的 完整的 神学体系 神学体系 那么从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一章开始 你可以读读 其他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 关于这个 这个人民传说中的神 你再看看这个 印度人读 他们这个神 你再看佛教的那个 就是那个 人造的那个 这个 这个雕塑 是啊 我在日本的时候 待过很多年 他们街上都有 那个 过一段 有一个 有一个 小 小佛像 然后他们认为 人死了 就是神了 OK 那神也太犯华了 是吧 OK 不敢讲 所以呢 这个神 你要认识他独一性 认识他独一性 那么神呢 他是创造的 他是大能的 丁铁是 他是独一的 独一的 神只有一位 但是这位神呢 我今天给大家 特别重要 要分享的是什么 讲高品什么 这个 大家也是特别困惑的 这位神呢 是神的三位一体性 三位一体性 这里面 一位神 怎么有三个位格 也有三个位格 那么 只有这样的话 这个神 才成为一个完美的神 这个神 才是真实的神 才是真实的神 但是这个神里面 他这三个位格 各个直分不一样 他在这里面 他这个 起的作用也不一样 OK 他起的作用不一样 那么 怎么叫三位一体 怎么叫三位一体 对 那么现在 咱们具体的 有三个手指头 是吧 有三个手指头 那么最终呢 咱们说呢 他容得 长在一起了 这是最简单的事情 这是最简单的事情 如果再形象一点 那么形象一点 你看我们这个 我们说有点水吧 那水它一个是 一个形态是 一个液体 就是比如说 我们喝的水 那那个呢 那么水 如果温度一高 一百度以上 怎么样 锅开了 怎么着 水蒸气 那么这个水呢 如果天气冷 零度以下 你搬一块水 把一个杯子 放到外面去 一会儿结成冰了 所以呢 神从他的 他是呢 可能是 他有本质属性 都是水 OK HRO 但是呢 他可以 三种不同的形态来存在 这是你理解 这个神的 一种方法 一种方法 三文一体 OK 但是从这个神学上讲 这是我们今天 最想告诉你的 OK 我们认识这位神啊 我们从这个世界上 从人类 从全部历史上 来看这个事情 从全部历史上看这个事情 OK 那么讲这个 三文一体 OK 那么最早这个神 就是他的创造性 那么这个创造性 他是他是 在他 在人不能 在神不能 在神 凡事都能 这个神 他从无可以变有 OK 这是他创造性 那么他怎么就能 从无变有 变不光是有到无 变成乱七八糟的 没用的东西 这是什么用啊 是吧 你看看 在这个木星上 很多都是气体 他们根本就是 没有什么金属 都是一些 烂七八糟的东西啊 对不对 他根本没什么用 然后呢 只有在地球上 有一百多种元素 那么每种元素 都有它的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说 那个工业的 微量元素 那这是 吸油金属 是吧 那么呢 在空气里 我们这个 这个氧气 是给我们这个 怎么让 吸油 代谢的啊 我们这个氮气 是多型气体 是吧 还有一些耐热 什么什么的啊 这个都是 都是非常 非常有用的 那么呢 我们说这个 这个它三位一体 是吧 它创造的时候 就是神的灵 就是灵 所以这个神的灵 它就是非常有智能的 它就是把这个复杂的啊 像这个人 这么复杂的东西创出来 并且这么几百万种生物啊 然后这个地球的构造啊 各方面的 和太阳之间的关系啊 和月流之间的关系啊 和整个宇宙之间的关系啊 都都把这个关系都创造 说神的创造 不仅是物的创造啊 不仅是有形的物的创造 暗暮着的创造 而且是非常和谐的 微妙的创造啊 这是任何事情 我们无法无法这个 我们靠着人 靠着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OK 我们也没这个能力做到 我们也没有这个智能去做到 没有这个智能做到 对 我们只有把神创造东西挖掘 OK 它这个三位一体啊 这个 它是三个 这个 所以创造于宙万物这个胜负 它是主管创造 OK 那主管创造 后面我们会提到啊 万物 它的独生子啊 它这个来到地上 这个独生子啊 是这个神的显现 万物是为着它造的 造了这个万物以后 都来敬拜这位神 是吧 都来敬拜这位神 都来敬拜这位神 那么 圣父有灵 那么圣子也有灵 而圣子也有灵 所以这个圣灵啊 是圣父的灵 也是圣子的灵 啊 就像我们 我们脑子里 我们小的比较容易想象的吧 我们都有这个智能 是吧 那么我们都有这个灵魂 那么这个 之所以是人 我有这么大的智商 我留这个创造力 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灵 有这个魂 在创世纪 第一章 应该是第七节啊 特别明 它是第二章 第七节 神呢 都把这个 这个创造的这个亚当开始啊 他是没有灵气的 后来呢 从鼻孔里 把灵气吹进去 然后这个亚当 成为有灵的活人 那么我们就是从亚当来的 那么呢 他 他我们从他继承来的 是吧 那么呢 我们从那来的 从我们原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呢 是一个死人 是因为我们信耶稣以后 才能变活 也就是把这个灵气吹进来 所以这个灵啊 OK 但第一个是创造 是吧 那么第二个位 刚才我们说的圣灵了嘛 OK 神的灵嘛 所以他是第三个位格 OK 那么这个圣灵 是被圣父圣子 请到地上来以后 等圣子到了天上以后 然后呢 他才请下来的 OK 请下来的 所以圣父是创造的 圣灵是阿卫的 圣灵是赐能力的 圣灵是赐能力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呢 他是等圣子啊 回到天上以后 他在主管地上的事情 对不对 也是创造的时候 那个灵魂所在 设计的所在 OK 往 一个电脑 往一个 往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硬件 你没法 没法干事的 对不对 那么必须把这个 有这个神的灵 他 才能设计这东西 他得编那个程序 然后呢 他在这个大脑 在思考 好多的idea 这个想法啊 什么设计 破烂呢 然后 这个做决定啊 才能创造出来 这两个啊 这两个圣父 你知道了 圣子 圣灵也知道了 那么这个圣子 三位一体 是吧 那么先读点英文 让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个怎么说 这个他三位一体呢 在这个圣经里啊 他有四卷福音书 新约里 一开始就是四卷福音书 马太 马可 这个 卢家 还有约翰福音 那么在这个 马太福音啊 最后一章 最后三节经文 特别那个 这个 这个需要 需要牢记的 我们圣经里啊 把它叫做大使命 就是耶稣啊 在他上天以前啊 他给这个这个地上的人 他的门徒 颁布了一个命令 大使命 我们叫大使命 所以耶稣进前来 他对他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名都赐给我了 他是跟他门徒说的 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啊 所以他的权名是来自于圣父 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个圣父 对吧 那么 所以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 给他们施洗 后面说的 凡我教训你们的 都教的他们遵守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 十八十九节啊 那么呢 这里面说呢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名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耶稣啊 圣经跟我们讲的什么呢 他要把这些属世的人 OK 变成属耶稣基督的人 那么变成属耶稣基督的人 那时候呢 他就是把福音传出去 也就是把耶稣降生这个道理 信了他以后 可以得救这个道理 传给所有的人 让他们知道这个事 那么让他们知道这个事 不算 他还有一个级别 能不能属于耶稣啊 这些人都 就像我们一个东西一样 你这个东西呢 可能摆在那里 到底属于谁吧 是吧 可能属于国家的 属于地铁的 还是属于我的 属于你的 是吧 现在这么说呢 你要吃上这么多人 你们没有归属 现在我让你们归属 又谁也归于我 怎么归于我啊 你要送父子 圣子给他们施洗 那就是说 你把他们放在水里 过一下 然后用圣灵 给他们 这个过那时候 就圣父圣子 那个圣灵嘛 给他们一施洗 他们通过这个手续 办了这个手续 经过这个过程 他进了水里 就给 给淹没了 给死了 再出来 就活了 是吧 最给赛免了 是吧 最给赛免了 一进去 钉到十字架上 死了 再出来 就是最给赛免了 是吧 那么呢 最给赛免了 那么就归向归于神了 那么就是 这个过程呢 说的简单 这里是三文一体 父子圣灵 这三文一体 三个位格都出来了 父 创造万物的父 子 圣子 耶稣 圣灵 我们说过了 那么就是这个子 那么只有耶稣 他道成热物神 来到地上来以后 他建立了他的教会 传播了他的天国的福音 然后呢 他必须走向十字架 作为一个肉体的人 圈人 然后从谁是圈神 而且是没 他是一人 唯一的一人 唯一的人 然后呢 他甘心情愿 按照神的旨意 死在十字架上 可以以他的子 来代替我们的死 把神 所有的 愤怒 神过去 和我们人 我们犯罪 导致和神 这个 这个 这个分离的关系 通过他 作为一个桥梁 全部 连在在一起 所有的人 你 只要通过 信耶稣 和耶稣 建立这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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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神 就接纳你 作为他的儿女 赦免你的罪 那么呢 你就成为基督徒 来 就成为基督徒 所以呢 那么 我们认识这位神 要从人类的救赎来看 从宇宙的创造来看 从我们人类 这个 这个整个历史来看 对不对 那过去的 耶稣诞生以前啊 那以色列人 他们是通过律法来 称义的 来得救赎的 其实呢 他们做的是 非常不完全的 也是不能完全做到 那么等耶稣 来到以后 那么呢 成为新的时代 恩典的时代 他为我们 最死在 再加上 那么呢 我们啊 就能够通过信耶稣 打着这个桥 是吧 然后呢 得到救赎 得到救赎 所以没有圣父 你就不能 没有创造 是吧 没有圣父 没有圣子 我们就不可能 我们就不可能 得到救赎 没有圣灵 那么我们没有能力 也得不到这个安慰 也没有这个创造 这个创造 也不可能真正进行 是吧 那么呢 就没有圣灵 那么等耶稣基督 到了天上以后 地上就 实际管制了 实际管制了 所以呢 有了圣父 有了圣子 这圣灵 这三个月根 那么就齐全了 所以呢 整个基督教的 神学理论也齐全了 那么我们生活在 现实生活的当中 那么也有神的 看护和保守 有神的保守 对吧 所以耶稣 他再来的时候 让我们有永活的盼望 复活的盼望 并且有永生 是吧 有圣灵 现在在看护我们 那么有圣父 他是掌管宇宙外 有掌管历史的圣父 那么呢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通过 这个人需要 从现实当中 从宇宙和人类 全部历史当中 那么通过圣经 神的启示 然后来认识神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人类需要 从现实社会 现实世界 宇宙和人类史 全部历史 认识神的道理 给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你喜欢 转发点赞 而且呢 没有订阅的 希望你订阅本频道 传播本频道 谢谢 非常感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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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